哈喽 欢迎回到区块链日报 就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JP Morgan的CEO Jamie Dimon 竟然有可能成为一个支持比特币的人 如果你是来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们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就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是这个JP Morgan的CEO Jamie Dimon 他同时呢也是这个 在过去当中啊 这个多次抨击 以及看衰比特币的一个CEO 但是呢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 将在接下来几个月 迎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啊 那在进入今天节目主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走势吧 那比特币现在的价钱呢 是回落了一些 到达这个63702左右的位置哦 那在前几天 这个比特币一度涨到 这个66000以上的时候呢 当时很多人呢 出现一些这个FOMO的追涨情绪啊 认为这波这个比特币 要直接回到70000啊 要这个创新高啦 要在70000前 就直接突破70000 创出历史新高啊 那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说 这个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想法 想要追涨进去的话呢 建议你去冲个冷水澡会好一些哦 那这个没有过几天过去呢 比特币的确在这边 迎来一波小小的回调啊 那现在很明显可以看到 那个比特币的价钱 在触碰到牛市支撑线的上轨之后 那甚至是碰到这根黄色的阻碍线之后呢 就已经遇到一些阻碍 然后现在已经回调一些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这一周的比特币周线 会收在哪个位置哦 那我们现在离收周线呢 还有三天又四个小时 那这个这周的周线 能不能收在牛市支撑线以上 就是六万五千四百七十五以上 或者是收在这个牛市支撑线的中间 或者是牛市支撑线以下 这个下轨目前是在六万一千一百五十九附近 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哦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两百天均线 两百天均线呢 目前落在五万九千六百零六这个位置 所以这一周的比特币周线 会收在哪个位置 就可能决定比特币接下来几周 或者是一两个月的走势 会是怎么样子哦 那我们回到日线哦 之前我有在前几天的节目 有跟大家说哦 我认为比特币这一次的走势 比较健康的一个走法呢 是在这边遇到一些阻碍 牛市支撑线啊 六万六这个阻碍位的地方 遇到一些阻碍 然后这个下来回调 到五万八到六万的这个区间呢 得到支撑之后再往上涨 这样子的话呢 是一个最健康的走势哦 同时我也认为 这是最大概率的走势 那到时候比特币下去 到五万八到六万这个区间的时候 能不能得到一个支撑 甚至在两百天均线这个地方 五万九这个六万左右这附近 能不能得到支撑这个反弹呢 就是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持续关注下去的事情哦 那另外这件事情 就是比特币的市占率呢 现在依然是在这个横盘震荡的区间啊 还没有走出一个方向啊 所以变相也可以说呢 我们不知道 接下来是比特币会比较强势 还是因为以太币先后ETF 通过开始交易这件事情 会带来一波可维系的山寨币暴涨 那现在就是一个这个不确定的时段啊 就是我认为发生几率一半一半吧 有一半的几率呢 可能是比特币的市占率 会去到五八六十percent以上 那有一半的几率呢 可能会因为以太币先后ETF的消息呢 这个带领一波山寨币的拉升哦 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持有一个非常平衡的组合 在比特币跟山寨币之间呢 取得一个五十五十的投资组合呢 我认为是这个最安全的一种做法啊 OK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主题吧 今天新闻主题要跟大家聊啊 就是这个JP Morgan的CEO啊 也是全世界最大银行的 这个JP Morgan的CEO Jamie Diamond呢 他在过去呢 一向都是非常非常讨厌比特币的 以及对比特币发言了这个很多次 这个非常非常negative 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些言论跟批评啊 但是这件事情呢 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迎来了一波180度的大转变哦 那原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川普啊 正在考虑选择Jamie Diamond 成为下一任的US Treasury 就是财经部长啊 那现在财经部长呢 就是叶伦 那川普上任之后呢 他很有可能会考虑把Jamie Diamond 选择作为他的财经部长哦 那我往下可以看到啊 这个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呢 He would consider JP Morgan CEO Jamie Diamond for his cabinet as Secretary of Treasury 就是他会考虑这个选择 JP Morgan CEO Jamie Diamond 作为他的财经部长啊 那另外对于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这个位置呢 他就是比较倾向于继续 让他待在这个位置上面哦 那为什么这个Jamie Diamond 会被川普考虑成为 新任的财经部长呢 就是川普一直认为 Jamie Diamond 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全球经济观哦 就是对于全球的金融板块 还有全球的经济呢 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掌握 那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呢 这个Jamie Diamond 最后一次啊 在这个2023年12月 就去年年底 大概7个月前的时候呢 他才在国会上发言 表示说啊 这个加密货币跟比特币呢 都是这些这个贩毒的人啊 这些criminal 这些犯罪的人啊 洗钱的人使用一个 这个躲避税务的媒介哦 然后并且他讲到说 If I were the government I would close it down 就是说如果今天 我是政府的话呢 我会把它关掉 或者是禁用哦 那这个想法 跟现在川普 非常非常pro crypto pro bitcoin 就对比特币 加密货币 非常非常永好呢 其实是产生一个分歧啊 关于这点 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川普在几年前的时候呢 他也曾经表示说 I'm not a fan of bitcoin other cryptocurrencies 就是我对于 比特币跟加密货币呢 我不是一个粉丝哦 which are not money and whose value is highly volatile and based on thin air 就是这些加密货币 跟比特币呢 他的这个价值啊 都是来自于空气哦 变相来说 川普曾经认为呢 比特币是空气币哦 就是在川普 推行的这个几轮 他自己的NFT之后呢 他发现这个大部分用来购买他NFT的人呢 都是使用crypto 就使用加密货币啊 那因此呢 他开始重视到比特币 跟加密货币的这个板块哦 那我们在下页可以看到 在昨天啊 川普表示说呢 这个JP Morgan的 Jamey Diamond No longer Bitcoin critics 就是已经不再是一个这个讨厌 跟这个批判比特币的人哦 那他现在正在考虑这个 如果他当选的话呢 选择Jamey Diamond 作为他的财经部长哦 那我们看下面 他的这个exact的用词是什么吧 他表示说啊 I've gotten to know people in the industry There are top 5 people And you asked Jamiey Diamond Jamey Diamond was You know very negative And now all the sudden He changed his tomb a little bit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认识非常非常多 在财经板块里面 这个最顶尖的人物啊 那Jamey Diamond 就是其中之一哦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Jamey Diamond 曾经对于比特币 跟加密货币板块呢 是非常非常负面 跟讨厌这个东西的哦 但是现在啊 这个突然的 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他开始对于 这个比特币 跟加密货币板块呢 拥有了一些 这个不同的看法 那这个转变呢 讲的是说 就是这个Jamey Diamond 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 这个Pro Bitcoin Pro Crypto的人啊 就对于加密货币 跟比特币 都很友好的人哦 最后他表示说 He is somebody that I will consider for sure 就是说呢 这个Jamey Diamond 一定是他考虑 这个担任财经部 长职位的 其中一个选择哦 那看到这边呢 我相信大家对于 这个Jamey Diamond 对于比特币 跟加密货币的态度 大转变呢 应该都没有什么 感到太意外吧 因为在我节目当中呢 我一直有跟大家讲哦 虽然说Jamey Diamond 表面上说 是非常非常讨厌比特币 非常非常不支持 加密货币的 但是背后呢 这个JP Morgan 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布局 比特币跟加密货币的技术哦 所以今天这个Jamey Diamond 出来这个180度扭转 他曾经对于比特币 这个不看好的说法呢 我相信如果一直有 在追我频道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不感到意外哦 那这个包含了 这个曾经贝莱德的 这个CEO Larry Fenton 他也是对于比特币 跟加密货币 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关于这件事情 我曾经也说过 这个他嘴巴讲的东西 跟他背后做的事情呢 呃 这些大机构啊 往往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很明显一个状态 就是曾经这个 不看好比特币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 包含川普前总统 包含了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CEO贝莱德的这个Larry Fenton 那现在呢 又包含全世界最大银行 JP Morgan的CEO Jamie Dimon 他们都逐渐的在从一个 这个讨厌比特币 或者是看不到任何比特币价值 这样的一个姿态呢 转变成Pro Bitcoin Pro Crypto 就是这个对于比特币跟加密货币 越来越友好这样的一个姿态 那背后原因是什么 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思考这件事情 那在现在这个全世界 大部分90%的人 都还没有注意到 加密货币跟比特币 未来价值的同时呢 这个如果你比大部分人 先注意到这一块 并且提早进去布局的话呢 我们就有可能会成为 靠着加密货币跟比特币 扭转人生的一群人 所以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 新闻上看到的东西呢 真的就是看看就好 那背后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些人嘴巴说什么话不重要 背后做的事情才是重要的 那如果你永远都可以看到 他们背后的一些Motives 那他们表面说一些话 背后却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呢 如果你能知道 他们背后在布局什么 在盘算着什么 那你在投资市场里面的长期 就应该有很大的概率 会是一个赚钱的人哦 下一个圈套要跟大家聊的是 GraySkill的ETH 那关于ETH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走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ETH在今天呢 是跌去了10.29% 但是同时呢 我们回到以太币的走势 以太币今天呢 是涨了小小的0.74% 所以那个说这个以太币的价钱 从昨天到现在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动 但是ETH这支以太币的ETP呢 却跌了十几个% 那是什么造成这样的原因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哦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几个月呢 ETH这支以太币的ETP呢 从这个有20几%折扣 到现在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折扣了 那在今天 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 以太币价钱不动的情况下 ETH直接跌去十几个%呢 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fee哦 就是因为今天稍早的时候呢 灰度出来表示说啊 它的ETH在转成以太币现货ETF之后呢 竟也要收一个高达2.5%的手续费啊 那这个比当时的GPTC的1.5% 还要高出一个%哦 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大家就开始疯狂的抛售ETHE 所以导致这个明天开盘的时候啊 ETHE面对以太币的价钱呢 应该说有一个10%的折扣吧 那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交易呢 是非常非常的情绪化的哦 因为在这个ETHE即将被转成以太币的前夕 直接这个暴跌10% 就代表说 它直接出现了一个10%的折扣 那这个折扣呢 会在这个ETHE被转成现货以太币ETF的时候呢 直接消失掉啊 所以等于是给你一个机会白嫖这个10%啊 那我自己是不会去碰这笔交易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状况啊 但这整件事情啊 我认为是蛮奇怪的 那如果今天这个喜欢赌博的人呢 我认为这个在明天开始交易的时候啊 这个10%的折扣啊 简直就在送你钱哦 因为以太币的现货ETF 目前预估应该是下周二就要开始交易了吧 所以下周二要开始交易 如果突然迎来一波10%的折扣 那在交易的同时呢 这10%折扣就等于是直接全部会送给你哦 所以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ETHE 迎来一波十几%的暴跌啊 那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关于以太币的现货ETF呢 已经出现一些这个价格战啊 那什么叫价格战呢 就是这个以太币现货ETF的这个收费啊 大家都在彼此竞争哦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有高达五支的以太币现货ETF 其中包含了Franklin Templeton 包含了Vennag 包含了Bitwise 还有Fidelity呢 他们都推出了一个 这个刚开始交易 这个零手续费的一个promotion 一个促销哦 Franklin Templeton的以太币现货ETF 是到这个明年的1月31号 都是免交易费 然后Vennag是一年 然后Bitwise是六个月 然后21share是一年 然后Fidelity呢 是到今年的年底哦 那在这个手续费promotion的 这个期间过去之后呢 Franklin Templeton收的这个手续费 是最低的哦 0.19%啊 那接下来是Vennag Bitwise 21share都是 0.2%跟0.21% 然后接下来的四支 Fidelity 贝莱德的iShare 还有这个Grayskill的 迷你以太币现货ETF 还有Investor Galaxy的 以太币现货ETF呢 手续费都落在0.25%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 Grayskill的Ethereum Trust 就是ETHE这支呢 在转成现货以太币ETF之后呢 手续费竟然高达2.5%啊 那这个我相信也是 今天造成这个ETHE爆跌10% 最大的一个原因哦 下一句话要跟大家聊 是Montgox的Creditor 就是在Montgox上 有欠款的这些受害者啊 有高达这个64%表示说呢 他们是会HODL 就会持续持有 而不会变卖啊 那我们往下可以看到 更多的消息啊 关于Montgox 即将要这个退还 这个14万颗比特币 给当时的受害者 这件事情呢 大家都非常非常紧张 认为这个市场 可能会迎来下一波的 这个卖压啊 那我们在这个Reddit 下面的一个 Subreddit的论坛呢 就是专门给Montgox 受害者的一个 这个Subreddit呢 上面就有做一个投票 那一共这个参与投票人 是467个 那其中高达了 这个260个表示说呢 他们拿到这个还款 是不会卖的 那另外呢 有20%是说 这个拿到还款 是100%的 会直接拿到 就全部出清 然后另外 有14%的人 是拿到还款之后呢 会卖掉25% 然后另外有6%的人呢 是会卖掉一半 所以在这边也看到 大部分 就是高达60%几%的 这些受害者呢 他们的目的呢 可能都是会持续持有 这些比特币 所以这个卖压呢 没有像这个主流媒体 讲的这么严重啦 因为主流媒体前几天呢 是说这个99% 拿到还款的人 都会全部出清 那当时我看到 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我就认为这个数据 是非常非常不切实际的 那今天在投票这边呢 就看到这个 大部分 60%的人呢 可能还是会选择 持有他们大部分的比特币 那另外关于这个投票呢 准确度 当然不是这个100% 因为这个 一个人持有1000颗比特币 跟一个持有 0.1颗比特币的人 都是只能投一票嘛 所以最后到底是会有 多少卖压出现在市场上呢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周 甚至是一两个月呢 应该就可以知道 这个答案了 那对于Mongox的卖压 我相信应该是会让 比特币迎来下一波的回调 那这一波回调呢 非常非常有可能 就是比特币开启大牛市之后 最后一次上车的机会 或者是最后一次 这个可以主动DCA 大量购买比特币仓位的一个机会 所以大家下次在回调的时候呢 一定要好好把握下一次的机会 那在下面可以看到 这个Mongox目前已经归还了 百分之36%的比特币 那市场呢 是迎来一波小小的回调 但是还没有赶到一个 很大的回调吧 那至于这个价钱 到底会不会因为 这个Mongox回调 那去到一个更低的地方呢 就是接下来几周 大家可以关注的事情 下一个圈要跟大家聊的是拜登 那拜登今天稍早的时候啊 这个退选的几率呢 是暴增到68% 那原因就是因为呢 好像他得到了COVID 那这个拜登总统之前就说过呢 他如果有一些medical condition 就是一些医疗的状况 身体的状况的话呢 他是会考虑这个退出这次的竞选哦 那我们往下可以看到这个拜登 这个目前退出竞选的几率呢 已经高达了68% 跟这个历史最高点70%呢 只差了两个%哦 那对于这件事情 我认为啊 不管这一次民主党是由谁选吧 是由拜登或者是Kamala Harris 或者是Michelle Obama呢 这个胜出的几率呢 应该都是非常非常低啊 那我个人认为 个人暧昧揣测呢 我认为川普总统呢 这一次2024的总统大选呢 应该是会以这个碾压的方式当选哦 那至于最后到底会赢多少票 会赢多少州呢 在今年11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哦 下一圈要刚才聊的是这个 德国政府啊 前阵子已经把他们所有比特币 都已经清空了啊 那他们这个平均的卖价呢 是落在57,900块哦 那因为这件事情 很多人就来调侃德国政府 认为他们这个比特币卖的太便宜了哦 因为现在比特币的价钱呢 一度已经回到66,000多 那现在是处在63,000多嘛 那63,000多呢 跟57,900多呢 也差了将近10个percent哦 所以很多人在说 这个德国政府卖空啦 卖低啦 如果他晚卖个几周呢 可能就可以多赚个10个percent哦 但关于这件事情 我相信德国政府应该也不太care吧 因为他们得到这笔比特币呢 本来也是透过一些犯罪人士 这边收过来的哦 只是想要赶快尽快 把他们换成欧元吧 但是把比特币卖掉 换成欧元 真的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决定啊 但是今天政府 我相信是由政府 他们这个帮手帮脚的地方吧 所以关于德国卖比特币这件事情呢 到现在是已经告了一个段落 那剩下下一个FUD呢 就是Mongox还款的事情 那Mongox还款这件事情 到底会不会对于比特币的价钱 造成下一轮的卖压 那最低会砸到哪里 关于这件事情呢 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个不管比特币 是在这边横盘震荡 或者是因为Mongox的卖压 这个往下回调 或者是从这里 就直接开始涨不回调呢 如果你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做好准备的话呢 你就不会这么在意 这个比特币的价钱要怎么走了 那我常跟大家讲 这个目光放远 看的东西呢 是这个5年后 10年后 20年后的事情 那如果你认为比特币是一个 会随着时间增加价值的资产的话呢 那它短期 不管是从6万回调到5万多 或者是直接爆拉到8万多 我相信都不是太重要吧 因为大家看到最后的目标呢 是比特币最后会是30万一颗 50万一颗 甚至是100万一颗 那说到这个呢 最后就要带大家看一个名图 那这个名图呢 我相信是深深的可以让 所有每一个加密货币的投资者 都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每一次这个加密货币暴涨的时候 我们认为应该是这个 要套利获利了结一些的时候 那我们就想要去拥抱 这个take profit的气球 但是同时呢 背后就会有个恶魔跑出来说 but it can 10x 就是当你卖出之后呢 它有可能再翻10倍 那我看到这个名图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啊 那任何时候 你在尝试着获利了结的时候呢 我相信背后的这个恶魔 出来讲话的这个声音呢 应该是每一个加密货币的投资者 都会面临到的事情 那我在这边提醒大家就是呢 这个永远应该在对的时候 做对的事情啊 就是今天你认为什么时候 该这个获利了结一些了 你就这么做 那之后这个资产怎么涨呢 都跟你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那同时呢 跟你这个DCA抄底一样啊 抄底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大家会想说 它有可能再跌30% 再跌50% 那因此不去抄底啊 那我只能说 今天在投资场面呢 你就要依照你的策略去做事情啊 这个投资项目跌到某个点位 你觉得该买的时候 你就应该进去买 这个投资项目 某天涨到某个地位 你认为该获利了结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卖 虽然说这件事情 讲起来很容易 这个做起来很难 但是你多经历几次 这个高位被套在上面 然后低位错过购买时机的话呢 我相信你慢慢的 逐渐就会变成一个 更好的投资者哦 那今天新闻就跟大家聊这边啊 祝大家拥有个愉快的周末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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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